111年使用牌照税缴纳期限到4月30号 不过今年因为碰上了历假日以及劳动节补假 因此顺延到5月3号 提醒车主缴纳时间已经接近尾声 请赶紧缴税以免受罚 111年使用牌照税4月份开征 缴纳期限从4月1号起到4月30号 但是今年因为碰上星期历假日以及劳动节补假 因此缴税截止日顺延到5月3号 今年是到4月1号到5月3号 那就是为什么到5月3号呢 因为刚好5月1号是劳动节 所以呢是休假 那我们就是依照规定就延到5月2号 对所以民众缴税是到5月3号 新北市政府税捐寄生处新店分处主任陈宝珠表示 车主如果没有在期限内缴纳 将会被处以支纳金 最高将加征到10% 今年比较特别我们就是有配合 来下载 还有呢也可以到线上的财政部的各 还有我们的官方网站去申请 另外目前使用牌照税缴纳方式相当多元 除了到金融机构或是便利商店 领贵缴纳 也可以使用行动支付 电子支付等仪化方式相当方便 目前缴税的管道 我们非常的多元化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APP也可以用行动支付 也可以扫描QR Code也可以用线上查缴税 所以呢有很多的方式 欢迎民众多多利用这个医化来缴税 新店分处也提醒如果车主已经不使用车辆 请检据相关证明文件 向所属监理机关办理停时手续 使用牌照税将寄争到停用前一日达到结税效果 记者正品正门期新店采访报导